光天化日天子脚下 而等贼寇竟敢贩卖思严 原来是几个小亚裔 不想嘎的赶紧滚 晚了小心篮子不保 苏大哥不要动怒 让我来收拾他们 虾老板的军火果然威力很大 不过你把他打嘎了 线索不就断了吗 虾老板的军火果然威力很大 虾老板在看什么呢 没没没 不知猴子哥 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军火铺 办完事路过这里 顺便进来和虾老板吹吹牛 虾老板你那名为阿卡四七的军火威力极大 刚才抓捕贼寇 仅仅只是一枪 就把那贼寇西瓜拿下了 那必须的 虾人军火铺鸿索无欺 虾老板的人品也是众人皆知 对了 不知道虾老板昨日半夜 可听到朱雀大街的异响 我迷马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如果我承认了 肯定会有一大堆麻烦事 当然听到 当时声势颇为巨大 并且离我这步子不远 只不过虾某为人胆小 所以不敢出去探查 敢问猴子哥 此事何人所为 如此行径 真是恶劣至极 嗯 当时不少人听见这条街道 传来了喊沙之声 并且还有如同惊为一般的声音传开 苏大哥得知动静 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赶巧不巧抓了和尖四扣 哦 既然如此 想必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干的 如此恶劣行径 不值得同情 嗯 不过苏大哥审问之后 发现此事和他们并无关系 都已经证据确凿了 还如此狡辩 我看就是他们做的 你们可千万不要被他们迷惑了 啊 家人老板为何对这件事如此上心 猴子哥想多了 此事发生在我这军火铺附近 自然要多关心关心 是吗 今天跟你们说的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否则苏大哥一定拔了我的皮 在下还要巡逻揭揭示就先告辞了 嗯 特么的 第三阶任务要卖出50把阿卡四七 这可是整整50万两白银 且不说很难遇到这样的买家 就算遇到了 那后续的任务也会更加困难 请问这里是卖什么东西的 嗯 系统提示 此人不符合购买者身份 哦 什么都不卖 哪来的回哪去 啊 没想到你这人说话如此刻薄 对待常人竟是这般模样 哦 姑娘 这间火铺卖的是沙场中占的东西 并非姑娘所需之物 不过这朱雀大街我很熟悉 需要买什么你可以问我 小女子身患疾病 全身积蓄也不多 承蒙姑娘不气 小女子想买一个情报 不知姑娘前夜可曾听到朱雀大街的一声巨响 哦 我密码没想到 装了一次杀麻烦是这么多 小女子有四位兄长 前日 为了妹妹的病 五位兄长几乎散尽家财 后来更是害得五哥重操就业 被江湖中人寻仇杀死 几位兄长待妹妹不薄 妹妹又如何能够对他们置之不理呢 嗯 原来河间四寇竟是他的结伴兄长 不过看样子这几位也是重情重义之人 我看姑娘还是不要白忙活了 你的几位兄长已经在经兆尹采缝鸣鸡了 虾老板所言当真 若是四位兄长当真被官府处决 妹妹也不想再继续苟活 只能随四位兄长一同而去了 我尼玛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你现在死是不是太早了 虾老板是说我的几位兄长还有机会 只要虾老板能救出我的几位兄长 妹妹定当为奴为帝舍身相报 使不得使不得 真的使不得呀 我虾人岂是这样的人 刚好趁此时机扩张势力 扶持一个行走于暗处的军火伤 这样我才可以完成后续的进阶任务 这几个人最好救出来稍微挤右 虾老板鬼鬼祟祟的 你的手在干什么呢 没没没 我看这位姑娘衣着清凉 担心她受了风寒 我看姑娘不如留在我的军火铺 等待几位兄长说困 免得别人说我家人见死不救 小姐请问有什么吩咐 此事必定和刺杀知识有关 何见司寇可能知道事情的线索 回去告诉三宝 这四寇并非为非作歹之徒 如今已经金盆洗手不移 再继续追究